10月1日原本应该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大家很高兴地迎接 见过65周年 应该所有的中国人都一起庆祝这个生日 但是想不到今天的香港 10月1日将会有一群人士去参与占中行动 参与这个民主承宴 但是我相信当日他们都不能够 仲宽地去痛饮 2公升啤酒 3公升可乐汽水 因为在网上我们得到的资料就是 流动厕所将是不会足够给所有这么多佔中人士屎龙 大部分的流动厕所是预留给女士屎龙 而男士呢是需要自备一些器皿 让她自己方便 佔中的插画人呼吁参与者 作出两至三天长时间的抗争 要打鼻子和一些大毛巾 方便 有需要的事 作为更衣的地方 或者如此的地方 但是这些这样的行为 某个程度 或者是会有机会 让人感觉是一些污舌的行为 那这件事是不是大家都应该值得考虑 这个人数 会不会阻害到大家 应该要去占中呢 大家如果要决定占中 参与占中 大家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可以 长时间不去厕所呢 这是一个慎重的考虑 至于昨天 占中的插画人 他所发出的抗命搜查 上面所说的来龙 希望忽略占中人士 不要使用暴力 但是 今天9月26日 已经有 博文思潮的支持者 是冲击政府总部 尝试冲进去公民广场 推跌一些铁马 但是 破坏了一个秩序 要使警方 使用胡椒噴霧去执法 未到占中的正式日子 已经出现了 使用暴力的拘捕 和使用暴力去维持秩序 因此 我不相信占中行动 是不会出现有暴力的事件 不会出现零暴力的事件 所以 大家未去占中之前 要表达你自己的诉求 是否应该 慎重考虑清楚 这两个元素 然后才决定 是否应该去参与占中 因为 占中行动 第一 会引起暴力事件 自己或者身边的人 都留机会受伤 第二 流动厕所 不足 要留心理准备 和自己评估 你自己有没有能力 可以长时间不去厕所 而不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